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春节的时候 家门口的春联 商店的招牌等等 都离不开书法的点缀 在越南的世贸中 可以讲讲干净 使用韩语书写的牌匾 今天我们一起来练习写书法 我们写一个相和无恙 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 书法艺术的魅力 也反映了两国文化优秀的历史人员 在越南历史上 使用汉字长达两天多年 在越南许多历史遗迹 古建筑也都有汉字的可写和记载 这些都是中院文化交流的见证 说法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 能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脚梁 中国古代将就学习紧急书画 我觉得学习好书法也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有内涵 比如在书写一幅书法作品时 选择一首优美的古诗词作为内容 不仅能够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 还能加深对古诗词的了解和感悟 可以从中感受到线条的韵律 墨色的变化 以及整体的和谐俱美 希望未来我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 我送给我的中国朋友一副自己写的称联